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战争史纵深投析 世界历史上的军事演变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 烽火连天 鸦片战争的爆发与影响 二 洋雾运动 自强求存下的军事改革 三 辛亥革命 清朝覆灭与军事转折 那么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烽火连天 鸦片战争的爆发与影响 好吧 同学们 今天我们来聊聊那个让中国历史上 留下深刻烙印的事件 鸦片战争 这场战争不仅仅是一场军事冲突 它更像是一场文明的碰撞 一场观念的较量 还有 当然 一场关于毒品的大规模推销活动 首先 我们得回到十九世纪 那时候的中国自称天朝上国 自我感觉还是相当良好的 但是 英国人带着他们的工业革命成果 和对利润的无尽渴望 敲响了中国的大门 他们手里拿的不是礼物 而是鸦片 这种从音速化中提炼的物质 让人欲罢不能 简直就是古代版的毒品直播带货 英国人发现 这东西在中国市场上异常火爆 于是他们就开始了一场毒品交易的盛宴 中国人民为了追求那一时的快感 不惜花光积蓄 甚至卖房卖地 这不仅导致了大量的银子流向英国 还让中国社会风气大为败坏 可以说是家破人亡 鸦片惹的祸 清政府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决定派出清流官员林泽许去广东整顿 林泽许到了广东之后 可不是去玩的 他一上来就下了个戒毒令 并且把所有的鸦片都没收了 还不够 直接在虎门销毁了两万多箱鸦片 这场景想想都壮观 简直可以成为史上最大规模的毒品焚烧现场 英国商人看着自己的货被销毁 耐得心疼啊 就像是切了他们的肉一样 他们跑去找英国政府哭诉 英国政府一听 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 这是对英国尊严的挑战啊 于是 英国派出了军队 打着保护贸易自由和国民尊严的旗号 向中国开战 这场战争 可以说是一边倒的屠杀 清军的装备和战术 跟英军相比 就像是拿着弓箭去对抗坦克一样 结果可想而知 清政府被迫签订了 南京条约 各地赔款 开放五口通商 还有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 英国人竟然还要求合法化鸦片贸易 鸦片战争的爆发 标志着中国传统 封建社会的开始解体 也是中国近代史的起点 它让中国人民意识到 闭关自首已经行不通了 要想不被别人欺负 就必须自强不息 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 这场战争的影响是深远的 它不仅仅改变了中国 也改变了世界 从此以后 中国走上了一条艰难的现代化道路 而世界也见证了一个古老文明的觉醒 所以 同学们 下次当你们看到 鸦片战争 这四个字时 别只想到烟雾缭绕的鸦片窝点 还要想到这是一场 关于尊严 觉醒和变革的战争 而我们作为后人 应该从中汲取教训 不忘历史 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时光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洋务运动 自强求存下的军事改革 好的 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 回到十九世纪的中国 那是一个帝国 在风雨飘摇中 苦苦挣扎的时代 洋务运动 这个听起来像是外国人 在中国开设的一家洗衣店的名字 其实是清朝末年 一场充满了铁与火 蒸汽与烟消的自我救赎之旅 洋务运动的主角们 我们可以称他们为自强派 他们的口号是 事宜长计议制宜 大意是学习外国人的高超技术 来对付外国人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 现代人用iPhone学习 如何修理iPhone呢 这些自强派的成员 包括了像曾国藩 李鸿章这样的大佬 他们可不是普通的文官 他们是戴着墨镜和西装的硬罕 至少在想象中是这样的 洋务运动的军事改革 可以说是一场中西合璧的尝试 清朝的军队 在面对西方列强的先进武器时 就像是拿着竹枪去挑战坦克 结局可想而知 于是自强派的成员们 开始私处搜罗西方的大炮 火枪 甚至是铁甲剑 他们建立了造船厂 兵工厂 仿佛是在玩一场现实版的文明级游戏 试图迅速升级自己的军事科技术 但是洋务运动的军事改革 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首先 资金是个大问题 想象一下 你想买一艘最新款的铁甲剑 但是你的钱包里只有几个铜板 这就尴尬了 清朝政府为了筹集资金 不得不四处借债 甚至把西燕的坏习惯变成了国家收入 通过卖鸭片来赚钱 其次 技术转移并不容易 西方的技术专家们来到中国 发现这里的工人用的 还是几百年前的工具 于是他们不得不先从教授基础工业技能开始 这就像是 你想教你的祖母使用智能手机 结果发现 他连遥控器都按不来 最后 洋务运动的军事改革 还面临着保守派的反对 这些人认为 学习西方的东西 是对传统的背叛 他们宁愿坚守着自己的长剑和工剑 也不愿意接受那些洋玩意儿 这就好比是你试图在家里 安装高速WiFi 而你的室友坚持认为性格更靠谱 尽管如此 洋务运动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就 他促进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 培养了一批懂得西方科技的人才 虽然最终没能挽救清朝的命运 但他为中国的现代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这场运动就像是 一位老人在健身房里挥汗如雨 虽然他可能不会成为健美冠军 但至少他的生活方式更健康了 所以 洋务运动的军事改革 既是一场自我救赎的战斗 也是一场文化碰撞的喜剧 他告诉我们 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 他需要时间 耐心 还有一点点幽默感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辛亥革命 清朝覆灭与军事转折 好的 让我们来聊聊 那个让清朝皇帝不得不换下龙袍 穿上西装的故事 辛亥革命 首先 想象一下 你是一个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家族企业的CEO 这个企业叫做大清帝国 你的业务遍布亚洲 甚至还有点国际影响力 但是 你的管理团队 也就是满清贵族 有点老派 而且你的竞争对手 诸如英国 法国等列强 技术更新的快 市场策略也更为激进 你的企业开始出现了危机 这时 你的一些年轻的中层管理人员 革命党人 开始不满 他们觉得 问题出在你这个CEO身上 以及你拿一大堆亲戚 皇族和贵族族的管理方式上 他们想要进行一场公司重组 也就是推翻你的统治 建立一个新的企业 共和国 辛亥革命 就是这场公司重组的高潮 1911年10月10日 武昌起义爆发了 这就好比是中层管理人员 突然在总部大楼外面 举行了一场示威 这场起义很快就蔓延开来 就像是病毒性营销一样 各地的分公司 省份 纷纷响应 宣布独立 清朝的CEO 也就是当时的宣统皇帝溥仪 其实还是个穿开裆裤的小朋友 他和他的团队 摄政王宰峰等人 开始急忙想办法应对 他们试图通过改革 宣布立宪来挽救局面 但就像是在沉船上打补丁 效果有限 军事上 清朝的部队也是参差不齐 有的部队还很忠诚 但有的则是士气低落 几率松散 而革命党的军队 虽然装备和训练不一定有优势 但他们有着更强的动力 和明确的目标 最终 一些关键的军事将领 比如袁世凯 决定投靠革命党 这就好比是你的副总裁 突然宣布加入竞争对手的团队 1912年初 清朝宣布退位 中华民国成立 这就好比是老板被迫签下辞职信 公司更名 并且换了新的管理团队 虽然后来的中华民国 也面临了无数的挑战 但辛亥革命 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它标志着几千年君主专制的结束 以及现代国家制度的开始 辛亥革命的故事告诉我们 即使是最强大的企业 如果不与时俱进 也可能被历史的洪流所淘汰 而且 这个故事也有它的幽默之处 想象一下 一个穿着龙袍的CEO 被迫换上西装 还得学着用叉子吃饭 这画面多少有点滑稽 不过 对于那个时代的人们来说 这场变革是严肃而紧迫的 它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 也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新篇章 同学们 今天我们聊了鸦片战争 洋务运动和辛亥革命 这三个历史事件 这些事件 看似都不相连 但却都与中国近代史的变革息息相关 鸦片战争让我们明白 闭关自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中国必须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 才能不被别人欺负 洋务运动 则是中国自强求存的一次尝试 它告诉我们 改革需要时间 耐心和幽默感 辛亥革命 则是中国近代史的转折点 它宣告了几千年君主专制的结束 开启了中国现代国家制度的新纪元 这些事件的影响是深远的 它们改变了中国 也改变了世界 它们让我们明白 历史不仅仅是一堆无聊的年代记载 而是一个个故事 一个个人性的碰撞和选择 通过了解历史 我们能更好地理解现在 也能更好地面对未来 同学们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这些历史事件 对你们有什么启示吗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我很期待听到您的见解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